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节课呢 我们上了三个疾病 上了三个疾病 那么有颜面再发性脾炎 那么有这个结束依赖性脾炎 还有呢 桃花悬 那么就上一节课我们所上的内容呢 现在提两个问题 请同学们复习一下 同时呢 再重复的记忆一下 加深印象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 是上一节课的复习思考题 就是颜面再发性脾炎的临床特点有哪些 颜面再发性脾炎的临床特点有哪些 那么这个中医的辩证内置 中医的辩证内置是如何来分行 如何来治疗的 如何来分行 如何来治疗的 那么要这个讲出他的自责 以及他的代表方 那为什么他要用这个自责和代表方 他都是有原因的 那么也请大家说一下 请大家说一下 这个陈才勇 你说一下 原谅特点就是 疑惑出现超级难的 然后上次有三层康 那个就有病 不有病气 他自己觉得就 灼热和那个烧阳感 灼热阳感 春秋季节都 春天秋天容易复发 风 热 雪 热 行 风 热 雪 热 行 风 热 雪 热 行 风 热 行 症状 这些自责 居风 清 热 凉 雪 滋 行 阵型啊 风 热 雪 热 行 这个阵型呢 就是他的病基 就是他的病基 那么他的这个病基 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肯定是根据他的临床的症状 所以说他的局部症状是怎么样的 所以他说诊断他是 风 雪 热 行 首先就是说他的局部的症状 表现为是 潮红 肿脏 潮红 肿脏 所以呢 他同时他又是发生在头面部 是风 行 上 行 对不对 所以他是在上 是风 热 那么他是潮红肿脏的 那红我们说是血热 所以是这样诊断的 风 热 雪 热 行 那么当然呢 他也有一些全身的一些热向 是吧 他表现为食症 表现为热向 那么这个比如说口肝啊 大便肝啊 小便黄啊 这一类的症状 那局部和症状 和全身症状要结合起来 然后我们就定出一个 他的这个病基 病基其实就是他的症型 根据他的这个症型 我们再来确定他的智责 确定他的智责 然后再来确定他的代表方 代表方 代表方主要是驱风 再加上清热 那么同时他是热的 又有氧 所以要量血止氧 这样的 那么第二型呢 还有一个是血热 要翻个血造型 这个的话 就 跟上面一型什么区别 所以我们的阵型 那怎么样的感觉 它是造多呢 而不是热多呢 就 皮肤干燥脱线 对 皮肤干燥 有的时候呢 有细小的 可能有细小的裂纹 还有呢 就是脱线 这个表现 那么他红有没有刚才的 风热血热性 那么红呢 他就比较的话 其实 上面这一型是激性期 激性期 下面这一型 是已经是慢性期了 就是说 可能时间已经比较久了 那个炎症的程度 西医所说的炎症的程度 没有像上面一型那么厉害 但是呢 病程已经比较长了 反复反复很多次罢了 所以呢 他就以干燥脱泻为主 这个我们就诊断他是第二 那么第二型的智泽 智泽就是那个驱风 然后羊血热灶 驱风 因为他在上 所以我们要驱风 因为他干燥 所以呢 因为他这个干燥是血 虚风灶 所以呢 要羊血 要驱风 那么代表方 就是我们讲了好多遍的 当归因子 当归因子 我们说他有羊血的四五糖 又有驱风的 又有驱风的 同时可以加上一些止氧的 其他因为他是加减 不是元邦 根据症状要调整 要那个要调整他的这个 这个不同的药物 不同的药物 回答得很好 这个刚才我们就是复习了一下 这个颜面再发性疲炎 颜面再发性疲炎是这个季节 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春天啊 也是最常见的啊 所以我在临床上很明显的感觉到 这一类的病人现在呢 特别的多 特别多 那么他就是表现在我们说他的特点 就是发病很快的 发病很快的 每到春天秋天都很容易发生的 这个面部的曹红啊 然后呢 这个肿脏啊 微微有些痒感啊 痒不是很厉害 不像湿疹啊 或者这个技术依赖性皮 也痒得那么厉害啊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他有轻微的脱械啊 有没有其他的秋疹啊 粉刺啊 或者说有没有农泡啊 这一类有没有啊 有没有 方箭把后面的门关一下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所以这个呢 是跟别的这个症状要区别的啊 别的疾病要区别的 比如说我们说的桃花旋啊 是要区别的 桃花旋也是春季容易发 又叫春季皮炎 但是他在曹红肿脏脱械的基础上面 他会有红色的小秋疹 对这个是鉴别点之一啊 还有如果是接触依赖性皮炎 他也是发生在面部 但是他那个症状呢 要比颜面再发性皮炎和春季皮炎 也就是桃花旋要厉害的多啊 他的这个曹红肿脏的程度 要比前面两个要厉害 同时他有不断出来的红色的小秋疹 还有农包啊 农包啊 还可能呢是有节节啊 如果厉害的话还可以还可以有节节 而且他那个呢 这个桃花旋和颜面再发性皮炎的病程那么短啊 他反复反复反复会好几个月啊 那么颜面再发性皮炎呢 这个名字也说了啊 他就是反复容易发作 但是他发作了以后 这段时间啊 过了以后 他很快就会好啊 就会好 所以这个呢 就是鉴别的地方啊 鉴别的地方 一定要掌握每一个疾病的特点啊 你在临床上才可能诊断明确 这个思想不要乱啊 思想不要乱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激素依赖性皮炎的定义啊 这个其实我们在美容皮肤科学里边也讲过激素依赖性皮炎 但是那个呢 他症状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的治疗 那个是以细医为主的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以中医为主的来讲一讲 他的定义 还有他的辩证论治啊 辩证内治啊 辩证内治 呃 这个毛眉 你说一下 中医西医的定义其实是差不多的啊 但是那个中医的这个治疗和西医不太一样 是吧 嗯 就是这个医药性皮炎的持续或者间断的外孕呢 这类的这类的化妆护肤品 然后皮肤病明显改善以后他突然停药了 然后就会复发 嗯 然后会 原来的皮肤会恶化 如果再使用激素类的治疗症状提升会很快的改善 但是停药以后又可再发病逐渐加重 嗯 嗯 就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这个皮肤是好了 但是我一旦停用 比如说停了两三天 然后然后他就原来我那个比如说红红的小皮肤 他停用以后两三天以后他发出来的皮肤会比原来更好更大 更厉害 嗯 嗯 但如果在他发散以后我再继续再使用或者加大剂量再使用的话 他这个皮肤又会退下去 嗯 那么他形成的是越来越好的去向呢 还是越来越不好的去向 肯定越来越不好 对啊 才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一般来说我们说激素依赖性皮炎你这样去理解 他脸上不会无用无去查激素的对不对 他一定是有原因 所以他这个脸上肯定有一个原发病 这个原发病可能是子异性皮炎 也可能是这个湿疹 也可能是颜面再发性皮炎 也可能是桃花血 啊 他就是可能就脸上一定有一个我们说原发病 那么在这个原发病的基础上呢 他会查那个激素的药膏 因为激素的药膏效果很好 他一查就好了 所以呢 有些人呢 他就好像就是觉得哎不好了我就查不好了我就查啊 他就连续查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 非常重要 当然每个个体是不一样的啊 一般来说连续查 一般多少时间他会激素依赖 一般是两周到三周啊 所以不要害怕用激素 但是要用的恰当 比如说颜面再发性皮炎很厉害的时候 病人很痛苦 那我们也会给他用激素啊 比如说这个百分之五的生 百分之零点九的生理盐水里面 发上放上放上两支七化考虑中啊 然后呢 每天吃副一次 每次吃副二十分钟 联系副三天 我就跟别人说我说没有关系的 这样副你只要三天副好不要再用了 他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啊 所以呢不要害怕 有些人说哦 一听到激素就害怕哦 哦我不能用的 哦我害怕的 不行的啊 主要是你要解决他的症状 同时你要掌握他的就是这个怎么样的用法 但是呢激素不能连续的持续的时间不能超过 就外用的话啊 特别是那个就是激素的 我们说他的强度比较强的那种激素 不能持续的连续的用十五天以上 就是说半个月或者两周以上 当然每个人不一样 有些比如说皮肤薄的嫩的 可能两十天他就会依赖了 但是有些人皮肤比较厚的 他的那个顺透力差的 那可能三个星期他才会依赖 但是一般来说界限是两到三周啊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 就是病人你不能让他连续的用这么长时间 特别是面部 为什么是特别面部 对啊面部皮肤薄 还有一个毛细血管丰富 他的吸收量非常大吸收非常好 手掌桌底没有关系啊 手掌桌底他的那个顺透力很差的 所以你就是查长一点 他也不会激素依赖的啊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的 激素依赖性皮炎 他完整的定义实际上是这样的 就是原来有一个就是这个原发皮肤病 长期外用激素啊 时间长了以后 比如说长期大量的外用激素以后 他就是这个症状会明显的改善 但是一旦停药 他的症状就会反复 再查激素症状又会缓解 但是他会症状越来越加重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实际上这个意思你理解了 都可以把它写出来的啊 那么这个就是激素依赖 那么激素依赖为什么很难治呢 就是因为他比一般的皮肤病呢 他的这个病程要长啊 病程要长 那么当这个激素戒掉的时候 病人会有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皮肤很干紧绷啊 然后呢脸上发很痒的东西 但是你又不能查激素 所以他会很痛苦 但是如果他过了这个痛苦的过程 能够再往前治疗的话呢 他就能够治好的 所以呢厉害的这个病人 一般来说治半个月半年 要治半年的话 他能够彻底治好 但是一定要病人自己配合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治疗的过程呢 不用激素呢 就是 不会的 就是我们有很多其他的治疗方法嘛 你看西医的我们已经上过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用什么啊 西医的我们讲过呢 外用药可以怎么用啊 忘记掉了 西医 我记得还叫一个同学起来说过的 对不对 对啊 把激素慢慢的浓度减少 然后次数减少 逐渐的拉长 然后最后戒断 戒断了以后呢 用什么 润敷的 是吧 对啊 用润敷的药 或者说我们说这个滋润的 这个擦上去 让皮肤干燥啊 这种症状慢慢缓解 它会好的 但是一定有一个戒断的痛苦的过程 就像戒毒一样 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我们说西医所说的啊 那么中医呢 其实对激素依赖性皮炎有一个非常好的疗效 那他如果红是不是啊 痒是不是啊 我们就根据中医的辩证来给他消除这些症状 激素依赖性皮炎的人 往往这些病人脸会有潮红 一阵热一阵热 手心热啊 这种都是长期的激素依赖以后引起来的全身症状了 那我们就给他缓解面部的症状 然后再缓解全身的症状 他觉得舒服了 然后他的这个症状也会慢慢好起来 但是这个一定要患者配合的啊 所以我们再讲一讲中医的辩证内置 它是怎么来分型的啊 其实我们说跟刚才我们所说的颜面再发性皮炎 还是比较相似的啊 也是分为急性期和慢性期 那急性期它的分型是什么呢 风热血热型啊 它的症状其实啊 跟那个颜面再发性皮炎的激性期是很相似的 但是肯定是比它重 怎么样的症状 局部的和全身的 你说嘛就是会潮红然后肿胀 嗯 发痒 潮红肿胀 你先把他的 他觉症状说完 再讲他的自觉症状 再讲他的全身症状 这样就有个思路了啊 对 潮红肿胀 还有呢 哦 还会有那种像秋疹一样的 就是秋疹 秋疹 红色的 稍氧性的秋疹 潮红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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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性期 一般不大为有妥协的 季性他潮红肿胀 炎症很厉害的时候 哦 那么还有自己感觉的症状 有感觉就是 会灼热 嗯 嗯 还有发痒 灼热 痒感比较厉害一点 疼痛是比较少的 除非那个炎症比较厉害的 那个一颗颗 他有想想像长 痘痘一样的 痘痘一样的 炎症比较厉害的时候 那么 全身的症状呢 全身啊 嗯 就是 微风热的话 应该是 什么 口干 嗯 还有 变干 口干 变干 还有呢 嗯 还有呢 嗯 嗯 嗯 烦躁 烦躁 心情烦躁 对了 很烦的 嗯 嗯 嗯 这个叫 异病 同志 异病 同志 当然 他症状厉害 我们可能分量要厉害 再加的药也要厉害一些啊 但是他的症状很相似 我们的自责代表方式一样的啊 那么第二个型呢 血虚风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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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也是到后期的时候 他会表现为 局部的症状是什么 血虚风灶 脱血 对啊 皮肤很干 紧绷 啊 有脱屑 有细小的裂纹 啊 皱纹很多 是吗 还有呢 自己感觉呢 自己感觉 稍痒 嗯 稍痒不适啊 紧绷感特别明显 全身的症状呢 口罩烟干五心糟热 五心烦热啊 脸朝热四肢 四肢的这个末梢 就是手心脚心很烫啊 这种症状 口渴啊 脉搏舌胎 蛇虹 然后脉的话应该是素 脉系数 嗯 智泽呢 对啊 血虚风灶 血虚风阳血 然后 涼血 润脏 智泽呢 代表 代表方 单位 对啊 差不多的啊 所以你们这样回忆一下的话 其实不难记的啊 关键是你要去综合 需要去这个组合综合一下 用脑筋呢 去思路理一下啊 思路去理一下啊 应该说不难记的啊 就是说要用心的去 呃 去思考啊 请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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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继续讲下去啊 也是三个疾病啊 也是三个疾病 那么这个 三个疾病的第一个疾病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唇风啊 唇风啊 唇风 唇风呢 是这个中医的病名啊 是中医的病名 中医的病名 西医呢 西医说什么 是称为什么 波脱性唇炎啊 其实唇炎有很多种啊 有很多种 比如说过敏性唇炎 波脱性唇炎啊 接触性唇炎 日光性唇炎 日光性唇炎啊 这个西医有很多的病名啊 西医有很多的病名 那么这个中医呢 无论是哪一种 只要它是发生在口唇部位 又表现为皮肤的俊烈干燥 不是的 那么中医呢 都称为唇风啊 唇风 因为这个是好像风吹过一样 很干燥 很干燥 所以把它称为唇风 那么它的定义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啊 唇风是发生在口唇部位的 炎症性的疾患啊 是发生在口唇部位的 炎症性疾患啊 那么它就是说 部位已经限定它的啊 部位限定它 是在口唇的地方啊 当然 可能是在口唇的捏膜上面 也可能在口唇周围 就是皮肤和捏膜的交界部位 都可以的啊 都可以的 那么它的部位啊 以及它的皮肤的这个 炎症的程度啊 就是炎症的症状啊 都有的话 那它就是唇风啊 就是唇风 那么相当于西医所说的呢 是波脱性唇炎啊 波脱性唇炎 那么临床特点呢 有三大点啊 有三大点 第一点呢 就是我们医生所能看到的 别人所能看到的 他觉症状啊 他觉症状 第二呢 是自觉症状 第三呢 是好发的季节啊 当然年龄 任何年龄都可以发生的啊 像这个呢 就是一个小孩子啊 小孩子看到的 你看 他这个唇的周围啊 口唇 这里的裂纹非常多啊 裂纹很多 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有炎症啊 有炎症 第二呢 你看它的嘴唇的嘴角的地方 全部都裂开啊 全部都裂开 所以这个人呢 你叫他嘴巴张大 他都很难张大啊 因为他的这个嘴唇啊 炎症厉害了以后 裂开了以后 他一张大的话 这个裂口会增大啊 所以他会很很疼啊 所以这这个呢 就是一个 就是捏膜红肿啊 或者捏膜周围的皮肤 捏膜皮肤啊 都可以有红肿啊 还有呢 就是干燥啊 干燥 还有就是菌裂裂开 中间有裂纹啊 还有就是脱屑啊 脱屑 当然有些脱屑呢 因为洗脸的时候呢 知这个潮湿了以后 有些灵穴会掉掉 但是也有的可以 啊 那么自己感觉呢 就是 吃东西的时候 吃了咸的啊 吃了这个醋啊 这个吃饺子的时候有醋 那这种这种强烈的刺激的话呢 他的疼痛就非常厉害 就像我们口腔捏膜里边有皮肤啊 有捏膜破损了以后 那么你再吃这种刺激性的东西 他都会有明显的啊 这种的感觉啊 那么他的这个 这个耗发的季节呢 是秋冬季节啊 秋冬季节啊 也就是说 相对来说 天气的气候比较干燥的啊 气候比较干燥的 那么同时呢 这个皮肤捏膜也是比较干燥的 这个季节是容易发生的啊 是容易发生的 这个是我们所说的 存风的啊 这个定义啊 还有相当于西医的病名啊 还有他的临床的特点啊 那么发病的原因啊 发病的原因啊 呃 这个中医认为呢 他有两个原因啊 有两个原因 一个呢 就是脾胃接热啊 现在来看呢 脾胃接热所引起的疾病非常多啊 非常多 这个脾胃接热呢 主要是饮食不节制啊 饮食不节制所引起来的啊 吃了过多了 肠胃不能消化了啊 所以病人他很难理解啊 他老是跟我说 哎 张医生我没吃多啊 没吃多啊啊 但是我就跟他说 每个人的消化功能是不一样的啊 就像他只能挑一百斤 你要压两百斤给他 他当然挑不动了啊 他认为他跟别人比 他也没吃多 为什么说他吃多啊 那么实际上从他的舌胎可以看出来 他的舌胎是不小化的啊 所以每个人的脾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啊 是不一样的 那么饮食不节制呢 或者就是过时了这种辛辣刺激食品啊 那么可以导致脾胃激热啊 脾胃激热呢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是非常好看的啊 一个呢 他的口唇非常干燥 一个呢 他的舌质很红 舌胎非常黄厚膩 口干啊 大便干 这种就是表现为肠胃激热的这种表现啊 那么再加上这个秋天和冬天呢 有风邪外息啊 风邪外息啊 风邪外息 所以两个热脾胃激热再加上啊 这个啊 风邪外息 两热呢 相薄 上熏与唇啊 上针或者说上熏与口唇啊 他就可以导致呢 出现这个唇部的疾病啊 那么这个呢 是脾胃激热所致啊 第二呢是阴虚血灶啊 阴虚血灶 阴虚血灶引起的唇风呢 往往是跟他啊 这个阴虚的体质有很大的关系啊 就是素体是阴亏的啊 素体阴亏的 那么再加上呢 这一类的人可能会长期的熬夜啊 或者说特别的劳累啊 睡眠或者是不好引起的这个 我们说阴虚内热啊 阴虚内热 那么阴虚内热 血灶啊 这个不能这个生化不足 不能荣养口唇啊 那这个口唇的缺乏了营养以后 他也会引起这个 唇风的症状啊 唇风的症状 那么相比较而言呢 脾胃激热是一个实症 是一个热症 是热症啊 阴虚血灶是一个虚热症啊 是一个虚热症 所以治疗的时候 你的这个凿重点啊 你的这个角度都是不一样的啊 角度不一样的 那么从这个西异的角度来看啊 西异认为呢 一个是接触了某种过敏性的物质啊 接触了某种过敏性的物质 就是说引起来的唇炎 现在很多啊 现在很多 比如说现在很好吃的菠萝啊 那个芒果啊 榴莲啊 凡是有这种异异常的霉的东西啊 那么吃了以后呢 有些人就对去就会对这种霉呢 产生过敏啊 产生过敏 所以有些这种病人呢 我就说你要吃的话呢 你必须不碰到这个口唇 直接放到嘴巴里面去 因为有些人说哎呀 这么好吃啊 现在那个鸡蛋芒果很好吃的啊 很小的很甜的啊 他说哎呀这么好吃的 我不能吃 我不是很惨吗 我说那你就放到里边去吃 不要碰到那个口唇啊 包括你吃饺子 饺子里面是有醋嘛 蘸了啊 你要放到里边啊 不要通过那个嘴唇啊 通过嘴唇马上就发啊 有些人一碰醋就发 很厉害的啊 所以呢 接触某种过敏的物质引起来 还有一些人吃草莓也会 草莓啊 也会引起唇炎 所以呢 一般来说病人来 他都自己找不到原因 但是我们会帮他找啊 我就说你吃了什么 吃了什么吃了什么 然后就告诉他啊 什么东西会引起的啊 所以这个呢 就是这一类的人 因为他是个过敏体质 过敏的物质只要一刺激 他就发的 所以这些东西是绝对不能再碰 一碰他又要发的啊 所以首先呢 要避免就像接触性脾炎一样的 避免接触这种外在的过敏的物质啊 那么这种呢 就是西认为的啊 还有呢 就是日光照射 日光照射引起的往往是下嘴唇啊 因为太阳是这样照过来的啊 太阳是这样照过来的 所以呢 一般像你们有刘海的人的额头就不大会照到啊 这鼻子 还有呢就是下嘴唇比较明显啊 下嘴唇 所以呢日光性照射的话 我们就是说日光性的唇炎啊 日光性的唇炎下嘴唇特别的明显 那么这一类的人呢 往往是在夏天太阳很大的时候啊 比较明显一点啊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呃这个中医和西医啊 认为这个唇风或者说这个波突性唇炎所引起来的发病的原因啊 啊 那么临床表现呢 第一个就是耗发的部位啊 大多数发病的部位都是从下唇开始的啊 都是从下嘴唇开始的 然后呢逐渐的会啊 可能开始只是一点点 然后逐渐的扩大啊 那么扩大的厉害的时候 把上嘴唇啊 就是全部都扩展了啊 所以呢 从下唇开始逐渐的扩大 扩大到整个下唇 或者延伸到上唇 还可能延伸到唇部周围的皮肤啊 周围的皮肤都可能引起的啊 所以呢 它是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的啊 发生发展的过程 那么第二呢 就是皮损的特点啊 皮损的特点 皮损的特点呢 初期的时候就是唇部的红肿啊 那唇部的红肿 然后呢 表面呢 比较光亮啊 因为肿了 口唇的肿呢 是非常明显的啊 所以呢 肿了以后呢 它可能会发亮 那发亮的话 说明它的这个肿胀的程度 已经比较厉害了啊 已经比较厉害了 那么如果逐渐的 再往这个厉害的方向发展的话 那么它可以出现呢 这个破溃啊 破溃 就是说 这个肿胀的厉害的时候啊 这个脏力很厉害 这个脏力很厉害 同时又吃了很多东西 它都要摩擦啊 它就会破溃 那么破溃了以后呢 就会有顺叶啊 顺叶 结加 结成加啊 啊 那么同时呢 它表现为干燥 俊裂啊 干燥俊裂 那么如果逐渐的 那从极性的炎症 转变成雅极性 或者慢性炎症 它就会反复的脱卸 反复的肿胀 然后呢 倾润肥厚啊 就是说 比较厚了 你摸上去呢 这个嘴唇不是那么薄了啊 那么像这种情况呢 就是已经转变的啊 转转极性转变成雅极性 或者慢性的程度了啊 那么自己感觉呢 非常不舒服啊 因为口唇的部位 它是暴露在外面 同时呢 每天都有饮食要进去的啊 所以很多的东西都要刺激 所以我们说眼睛也好 嘴唇也好 是不能有任何的病变啊 有一点点病变 就会觉得很难受的啊 那么这个自己感觉是热羊痛啊 热羊痛 那么它的病程特点呢 像激性的话 一般来说呢 就是两三周啊 那么如果是慢性的话 逐渐的这个加重 这个发展到雅极性或慢性的话 有的人甚至于几年 数十年都会有的啊 像我上次看了一个病人的话呢 三十多岁一个男性啊 他非常难受 这个病呢 他已经发了十年了啊 发了十年这个嘴唇 他说他看了很多很多医生都看 看不好 那么其实他发展了 我们说他已经是后面的一亲了啊 就是说这个慢性期了啊 那么再加上他熬夜 所以这个症状越来越厉害啊 越来越厉害 那么临床表现我们说主要是一个部位 一个是皮损的特点啊 那部位很好记就是下唇啊 特点的话呢 就是红肿啊 红肿啊 红肿啊 那么另外呢 可能啊 就是会有顺叶啊 厉害的炎症厉害 比较明显的时候会有顺叶 那么大多数的时候是红肿 然后呢 干燥脱脱卸 净裂啊 那么增厚 这种情况是最多见的啊 那么病程呢 急性期一般来说好了就好了啊 就是你避开这个结束引起的东西啊 如果慢性期呢 它持续的时间很长啊 调理起来也很慢啊 也很慢 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啊 这个呢就是光化性的唇颜 就上面那个光化性的唇颜 很明显有一块啊 这一块 这个就是日光照射所引起来的啊 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啊 就是唇颜 它有的时候也不是单独存在的啊 不是说我单独一个唇颜 唇呢 其实很多的时候 它是一种综合疾病的一种表现啊 比如说啊 我们说的这个SLE 就是红肿 系统性的红肿狼疮 也还有呢 就是DLE啊 就是这个局限性的红肿狼疮 有的时候 它除了这个耳朵末梢的地方啊 面部以外 它就会表现为口唇部位的啊 口唇部位的 那么这种啊 这是光化性的啊 就是这个光化性唇颜呢 跟日光照射有关 那我们说系统性红肿狼疮 跟日光照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啊 有的时候 现在这个脸上或者耳朵上 或者末梢 手指的末梢 也会表现在口唇上啊 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 那么像这个唇颜的话呢 是一个菌性的唇颜啊 也就是说这个 真菌感染 本来我们说真菌感染 是脚险手险多 对不对 但是它这个真菌呢 感到口唇部位去了啊 那么这个是怎么发现的呢 肯定是要把它的灵穴 然后放到显微镜下面 看 和包子 才能确诊 它是真菌感染 引起的唇颜啊 那么它的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啊 它外查的药膏和药物都是不一样的 一个唇颜来了以后呢 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还是要查找它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啊 根本的原因 查到了以后啊 一般来说我们要排除 像我们中医治疗的话啊 所以中医为什么累呢 就是要掌握西医的东西 同时也要掌握中医的东西啊 那么像这个西医能够分辨的东西 你中医也要会分辨啊 才能做一个好的中医 那么你首先要把它的就是 这个原因 其他的原因都去除了 剩下来啊 这个这个中医能够调理的 那你就中医帮它调理啊 那么这个鉴别诊断呢 它有个接触性的唇颜啊 其实我自己感觉啊 它这个鉴别呢 其实意义也不是特别的大啊 因为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唇颜里面 其实也包括了接触性的唇颜了啊 也包括了接触性唇颜 只不过它这个唇颜呢 它就是很明显的原因啊 它是有的啊 那么它的症状的轻重和接触物的浓度性质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 刺激性强的 它的炎症就厉害 刺激性这个轻的 它的炎症就不厉害 而且好得快啊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搬贴试验是阳性的啊 比如说波罗 那我们把波罗汁滴在那个纱布上 然后把它贴在那个背上面 然后呢 用ODT疗法 ODT是什么 暴风疗法 哎 然后就是看一看它是不是过敏 24小时以后看看有没有红啊 红色的蜂团啊 痒啊 如果有 那就说明是这个东西过敏啊 这个是找它的发病的原因 那么这一类的人呢 是比较好治疗的 就是你知道这个原因引起的 那我们避免接触了这个过敏源 那就不再会发生啊 就不再会发生 那么还有一个线性唇炎呢 是要鉴别的啊 线性唇炎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肥大的线体和扩张的线管开口部啊 就你把那个嘴唇呢 往下翻的时候翻下来啊 看一看有没有扩大的线管的开口的部位啊 那然后呢 看看有没有肥大的线体啊 因为我们口腔里边也有很多线管 所以我们有吐液啊 有这个滋润的这个东西啊 那么它是有线管 但是如果线管呢 它这个堵塞了或者发生炎症了啊 那么它也会出现这个线性唇炎的一种表现啊 那么如果触摸口腔内部呢 可以看到有囊肿形成的结结啊 那么这种呢 就是它的线体的开口的管道 这个地方堵塞了啊 所以我们叫线性唇炎 那么像这种呢 啊这个治疗的话呢 一般来说都要口腔科啊 口腔科去做或者说做一些小的手术啊 啊来治疗了 那这个呢 是始终要是没有什么大的效果啊 没有大的效果的 那么治疗的话呢 第一个我们就是这个内治啊 辨证内治 内治的第一个就是脾胃肌热型啊 也就是说我说是舍症啊 食症啊 食症呢 它是表现为急性的这个阶段啊 急性的阶段 一个呢 就是下唇部的红肿啊 然后呢有糜烂啊 啊所谓糜烂呢 就是粘膜有破损了 有瞬叶了啊 那么碰到这种有这个刺激性的东西啊 辣的呀 咸的呀 它会疼痛啊 会疼痛 那么糜烂过了以后 它就是干燥俊裂啊 干燥俊裂 就像刚才第一张图一样的啊 它那个 因为我们嘴唇呢 就是 是一个放射的啊 放射的一个嘴唇 所以呢 它裂口呢 都是放射型的开口啊 啊 那么自己感觉是痒痛感 平时是痒的 当你嘴巴脏大的时候啊 把那个就是裂开的地方 如果拉大的话呢 它就会有疼痛的感觉啊 那么因为是肠胃失热 脾胃失热啊 所以呢 它是口干洗冷饮啊 喜欢吃冷的东西 胃里面很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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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便呢很干 小便的黄赤啊 十字红 脉素有力啊 脉素有力 有力 就说明它是食症啊 是食症 那么字则呢 是趋风轻热卸火啊 像这种人 如果大便很干燥的 那你就是要给他通大便啊 大便一通 他的症状呢 就会好很多啊 就会好很多 那么如果胃很热的 那么就是轻胃热啊 轻胃热什么药啊 嗯 王琴 还有呢 啊 轻胃热 石膏之母 哈哈 石膏之母轻胃热是最好的啊 胃火旺的时候 所以他的代表方是双解通圣散啊 双解通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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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们要记一下 因为我翻了一下书上背后面是没有的啊 那么这个方记呢 是一中经界里边啊 一中经界里边呢 这个记录的啊 他主要是双解是什么呢 一个是趋风的啊 经界防风啊 那么还有莲桥薄荷麻黄啊 啊 啊 呃 这个 就梗啊 这些 那么另外呢 还有当归 白勺 白树 啊 这个 薄荷 枝子 甘草 黄芹啊 甘草黄芹 那么当然 他如果是胃热很厉害的话 我跟你们说 枝母石膏是非常好的啊 口腔粘膜的溃疡啊 口唇啊 这个 颜症 用石膏枝母的效果是很好的啊 好 那先休息一下 下课 好 好 好